圆明会105年推动部落文件站到现在 全台湾有400多个文件站设立 但受限于服务极具限制 再加上地方村里部落公共设施建物不足 也让早期在私有民宅或者是教会空间设立的照顾站咬牙苦撑 提供边缘长者照顾服务 圆明会主委一向巴洛尔对此高度重视 他表示会再演绎寻求解决之道 光复香马可任文艺舞蹈协会 以及天主教两个单位 再几乎和圆明会同步从105年开始 设置部落长者关怀站提供照顾服务 但却因为都在私人土地民宅等因素下 始终都无法正式纳入部落文件站体系 最后也都只能咬牙苦撑 让照顾服务不中断 希望中央能放宽 产业的不足有限制 落实推动中央的政策 照顾部落的长者 由于公社资源 若溢注在私领域恐有徒利之嫌 因此也令公部门裹足不前 再者 依照现况文件站急剧限制下 一个站最多只能服务到50人以下 增多周少 反而有更大批的部落长者 未能受到政府尝照政策的照顾 地方与族人也鸣不平 像是我们文件站可能就是开到5日 所以就是没办法满足我们在地的长者照顾的需求 那目前列策人数是32人 那其中总共有10人是私人的 那他们所提报的照顾员的部分 总共两位 文件站照顾量能不足 村里部落公社严重短缺等等的问题 不仅地方县议员蔡一静赖国祥多次反应 立委真天才也高度关注 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趁着年度新战核定之际到场会刊 听取地方需求 土地的空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像那个我们的那个马可任的这个文件站的申请 它是一个私有地 这个教会天主堂的部分呢 地很好 但是它的部分呢 我们还要面临我们宗教的考量 这个部分我们会带回去一并做处理 地方期盼设立部落文件站相关要件是否能够解套 让部落长照美意不打折 高度关注的主委一将巴洛尔表示 也将在研议 若各项问题都获得解决 原民会也将全力协助辅导设置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